霹雳城市绿沸太平湖公园从线报中除名 转为商业地段 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今天爆料 前朝在两年前把太平湖公园 二十英亩的保留地转换成商业用途 还发出申请地契的5A表格 他誓言会极力守住这片绿地 并警告有心人别打太平湖公园的歪主意 霹雳太平去年被评选为 全球百大永续景点 城市绿沸太平湖公园不只是休闲的好去处 更是太平的瑰宝遗产 不过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揭露 太平湖公园有两个地段 在2017年3月1号 也就是国阵执政期间 从线报里的公园保留地 转换成商业发展地 尼可敏和行动党太平区国会议员 郑国林等人 今天到有关绿地巡视后 召开记者会指出 这两块地占了20.1英亩 市值达到5000万令吉 目前属于霹雳州经济发展机构 尽管前朝已经发出申请地契的5A表格 但至今还没有任何发展商提出申请 2017年国阵政府把它取消 在线报上取消过后 不过目前为止 幸好还没有被人家申请到 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 我们也要求所有的 也提醒所有的有心人和发展商 千万不要打太平湖的主意 我们整个行动党团队 将会作为太平人民最坚强的后盾 你要发展 尼可敏强调 只要地契还没发出 还是有机会挽救这两块绿地 避免沦为商业发展区 如果有任何不法商家企图滥用绿地 他会向反贪会举报 通过法律途径对付为例者 郑国林近期将致函给霹雳州屋大臣 拿都斯里阿莫法伊沙 要求州政府依据国家土地法典第62之一条文 重新宪报公布太平湖公园为保留地 以捍卫珍贵的遗产 感谢观看